大家好 我是文睿啊 最近这个河南的村镇银行 取不出钱的这个事情呢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哈 然后呢就很多人担心 在中国社会会不会出现 大面积的这个急对的情况 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 大家取不出钱 然后大家都去取钱的 这样的情况呢 然后这样的担忧的同时呢 我们看到在中国社会 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丹东 我们看到就是在一家银行门口吧 就是有一些民众大牌长龙啊 取钱 然后甚至连上海这样的 这个经济发达的城市 我们看到很多银行 他也开始限制你取钱 当然他有他的借口了 整体让人感觉 就好像确实是中国这个金融系统 出现很大的问题 大家这个关注焦点吧 都集中在 特别是一些中小商业银行上面 那么今天我想讲另外一种挤兑啊 这种挤兑叫 我起的名字叫网上挤兑 网上挤兑 但这个事情现在吧 已经开始一点点看出端倪了 这个事情我想在最后呢 在未来一定会快速的发酵 咱们要看 那有人说什么是网上挤兑呢 就是在中国有很多很多 这个中小银行 他们在当地吧 其实吸纳这个存款的能力是有限的 但是他们还需要钱 怎么办呢 他们就在网络里面 这个吸纳存款 通过网络实现这个异地存款 那有人说了 那人这些中小银行 对不对 你在当地你都吸收不到存款 你在网络里面 谁给你存钱了 是吧 大家可以 也可以这么想 就我有钱呢 我肯定存在我家门口里的那四大行啊 就大的银行 比如说工商行啊 什么中国银行 对不对 建设银行 都存在这样的银行里 对不对 谁会 对吧 从网络里面存到你 比如说一个什么黑龙江 辽宁的银行里 对不对 这不太可能啊 这个问题是什么 原因在哪 就是这些中小银行 他们会 就是说推出很多这个诱人的这些政策 你比如说 它的利息会很高 对吧 你存别的银行 可能是年利率3% 它可能给你达到4% 4.5% 甚至5% 那有人说 那利率高我也不存 它还是会有很多方法的 比如说 它推出一个就是 先给你付利息的这种政策 比如你 咱比如说 你存100万 100万年利息5% 比如说 那一年就是5万块钱 那这5万块钱 不是说你存了5年以后 我把利息再给你 不是 我马上就给你 我按季度 我就给你 那一个季度就是1万多块钱 对不对 那这种政策 它很多 非常非常多的花样 那有些人吧 他能抵挡住这些诱惑 那有些人就觉得 这挺好 对吧 那有人说 你存这么久 那取不出来怎么办 钱 比如说5年以后 不一定是什么样 他还是会给你 推出政策 比如说 你一年之后取 那个利息是多少 1% 两年之后取 2% 对吧 他总是会 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 让你觉得 既你可以获得很多的利益 同时 你的钱还很安全 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 反正以我的生活 没有那种 就是说 你既能 就躺着赚大钱 同时 你又不承担任何风险的事 没有这样的事 但是很多中国人 他就相信这一点 但他们相信这一点 他们 对银行 就是异地银行 存款 他们还有一个 就是幻觉 我觉得 就是他们觉得 他毕竟是一个银行 那个实在不行 政府肯定会给兜底 他们是这样的想法 反正 各种刚刚的这种方式吧 就是钱通过异地 存款的方式 就到了这些 这个中小银行里 但是这些中小银行吧 咱们不敢说 基本上90%以上 基本上就是当地政府的提款机 对吧 然后这些年搞GDP 搞铁公鸡 搞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钱 这些中小银行 都基本被掏空了 没有多少钱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中小银行的情况 还是那句话 很多人就愿意 不想把这事想的那么糟糕 你觉得可能还有点钱 其实你真正去查他的账 你就会发现 非常非常困难 这是我的判断 要有人是 你觉得这家人可能手里 怎么着还得有三五钱吧 其实你去他家真正看 你会发现 他可能连三五十都拿不出来 这就是中国很多 包括地方财政也好 银行的真实情况 银行的钱都出去 他没有 他每天还要消耗很多资金 因为他毕竟 有营业成本的 这些员工还得发工资 是不是 这些支行 他还得房租 什么都得交 所以这些银行 其实是很糟糕的 那么现在银行 河南村镇银行的事情 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传的全国是沸沸扬 大家都知道了 很多异地存款的这些人 他们就很紧张 因为他们看到了 异地存款的人 到了河南去 受到各种阻碍 拿不出钱 他们也会通过网络 要把自己在很多异地银行 存的钱给取出来 这个事情 现在我觉得还没有 大面积的出现声音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已经在进行之中了 我觉得过不了多久 可能在网络里面 在很多很多地方 很多人就会说 我们这个钱 是存在什么黑龙江了 存在山东了 存在河南了 存在什么别的地方了 就取不出来了 这个消息可能就会 大范围的出来 咱们一点点观察 但我觉得这个网络举兑 它是迟早迟早会出现的 因为这些中小银行 我太了解 这些众员 它真的是基本被掏空了 那么它这个挤兑 就不像说是这种 就是说一个地方 一个银行的挤兑 毕竟它局限 然后政府 它这个控制言论也好控制 但是你说 你这个异地的网络挤兑 它的这个人 可就是遍布全国各地 还不是说一两个小银行 很多银行都存在这种情况 它这个影响面 简直太大了 现在我相信这个过程 它一定是在发酵之中 咱们就往下看这个事情 而且这个异地银行 如果一旦 就是说有些很多储物 发现某一个地区的某个银行 不行 这个消息 但传起来 传出来以后 当地的这些储物 也得去取钱 也就是说 线上线下一起挤兑 这种情况都会出现 这就是在中国 就说 不是说特别远的事情了 现在已经 基本都已经开始了 咱们就慢慢往下看 现在银行是一个很大的窟窿 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有人说 那不会吧 毕竟它是银行 政府能不管吗 政府肯定得兜底 政府它靠什么兜底 现在连公元的工资 都要发不出来了 你怎么兜底 对不对 你再印钱 你再印钱的话 中国现在物价涨到什么程度了 对不对 本来你不印钱 现在中国整个的物价 都要涨了不行了 你再印钱 到那时候老百姓能胜得了吗 是吧 到处都需要钱 你说中国政府 你怎么印钱 怎么花这个事 没那么简单 所以说 现在这银行 就非常困难 现在就是 其实从两年前 就开始关注中小银行的资金 当时从包商银行开始 就开始关注银行的挤兑问题 现在可能已经到了一个 从量变 到质变的过程当中 这里面就是 网络的这种挤兑 这个是 它是无声无息的 你很多时候你也看不见 但它这个情况 应该是很严重的 那么谈到这 我想说中国人的 五大幻觉 第一大幻觉就是什么 房地产价格是不会降下来的 政府也不能允许 房地产价格下来 就算是一些小城市 房地产价格下来 大城市也不会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 但是现在这个幻觉 基本上在一点点破灭当中 大家看到了 咱们就看 然后第二个幻觉就是什么 公务员 工作是铁饭碗 大家都要去考公务员 公务员的待遇 肯定是会一直往上走 起码就是说 保证持平 不会降低 公务员也不会裁员 但现在看到了 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这个幻觉基本上 也破灭了 第三个幻觉就是什么 现在我们目前关注的 银行是没问题的 对吧 你再怎么地 政府不能让银行破产 不能让老百姓取不出来钱 对不对 这个幻觉 正在破灭的过程当中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关注的 一个焦点 那么下一个幻觉 就是想说的 就是说 地方政府是不能破产的 地方政府破产了 对不对 这怎么可能 是不是 但这个事情 我们反正去年看到 鹤港的事情 已经出现端倪了 往后 咱们再慢慢看 这种事情 就是他可能不会说我破产了 但他可能以另外的形式 实质上体现出破产这个状态 这个咱们也看 然后第五个 这个中国人的幻觉就是什么 就是哎呀 这个吃不上饭是不可能的 文睿 你们这边不要胡说八道 对不对 怎么可能吃不上饭 现在都21世纪了 中国现在对吧 别的没有 大米白面粮食还是很多的 是不是 怎么可能吃不上饭呢 再不行 政府肯定会给我们发粮食的 对吧 大米白面呢 什么可能会给一点 很多人对这个也有一种幻觉 就这五大幻觉 但是我觉得哈 一个国家都 一个朝代都有可能结束 对不对 你什么事情没有可能发生 你说21世纪怎么了 21世纪你觉得现在就很富有吗 全世界 不是这样的 中国现在很多的资源已经就是被糟蹋的差不多了 所以说呢 还是那样 那句话 在中国社会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你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怎么样 你那种自信呢 可能是一种假象 所以大家呢 还是得做好各种干的心理准备吧 行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就做这么多 这期节目就做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